我们知道美军的实力一直都很强 武器库中更是有着大量的巡航导弹 从长期服役的战俘到新推出的联合防空区外发射空地导弹等 各种型号应有尽有且数量庞大 但将于2027年投入使用的新型导弹 与美军现有的所有巡航导弹完全不同 是一款我们所未能用的导弹 想象到的新武器 什么新武器我们都想象不出来 美军将于2027年投入使用新型高超音速攻击巡航导弹 它的亮点在于其飞行速度将得到成倍的提高 使敌方目标根本没有逃脱打击的时间 同时它也将是世界上第一个 使用吸气式超燃冲压发动机的量产武器 目前美国空军已授予雷神公司 一份9.853亿美元的成本加固定费用合同 已开发世界上第一枚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HACM 一种从战斗机大小的飞机上发射的超燃冲压吸气式巡航导弹 根据目前的计划 HACM导弹将装备空军并于2027年开始部署 届时将全面投产 HACM的由来 HACM是美国目前主推的七个高超音速项目之一 是高超音速吸气式武器概念的衍生项目 HACM起初叫HSSW 即高速打击武器项目 2012年6月 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制定了HSS项目计划 该项目的目标是空射吸气式的远程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到了2013年 美空军将原来的HSSW项目名称 变更成为了HAWC项目 即高超音速吸气式武器概念项目 之后又衍生出了现在的HACM项目 具体的原因是这样的 美军一直想要一种更快的高超音速战机 取代超期服役的三倍音速的SR71黑鸟超音速侦察机 从2003年开始 美国就准备研究一种 让飞行器以20马赫速度飞行的技术 希望这种飞行器能够实现 一小时飞到全球各个地方的目标 到了2008年 DARPA准备开发6倍音速的HTV-3战斗机 计划于2013年投入使用 然而由于2009年美国国会削减预算 只能隔浅了这个项目 DARPA只能转为开发具有战略设程的 助推华翔高超音速飞行器猎鹰HTV-2 HTV-2的载重量为5吨 这种黑色的楔形战机 在两小时内可以飞行近1.7万公里 相当于地球周长的一半 要知道 洲际导弹的设程也才只有5500公里至15000公里间 只不过HTV-2战机分别于2010年4月和2011年8月的两次测试 都以失败告终 前者在首航9分钟后便消失在太平洋上空 后者则是在美国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成功发射升空后 在独自飞行并返回地球时失去联系 也正是由于走助推滑翔技术路线的HTV-2战机的两飞两败 美国国防部只能降低标准 将助推滑翔高超音速的动力用于导弹 将发展方向变更为战术射程 因此在2013年 DARPA就提出了协同高超音速研究CHR项目 CHR项目又衍生出了战术级助推滑翔武器项目TBG 最后在2013年12月 美国空军与DARPA签订了备忘录 将HAWC项目与TBG项目合并 HAWC项目研究开发吸气式方案 TBG项目研究开发助推滑翔式方案 合并后两者相当于归属到了新的HSSW项目 而新的HSSW项目 内容也由最初聚焦于吸气式方案 扩展为包括吸气式与助推滑翔式两套方案的项目内容 AF-RL主要负责牵头技术开发 DARPA主要负责技术验证武器系统的技术集成和飞行试验 2013年底 洛马 雷神 波音分别获得了DARPA授予的新的HSSW项目的第零阶段合同 各约100万美元 而ATK公司则被淘汰出局 2014年至2016年 HAWC项目先后完成了DARPA授予的第零阶段和第一阶段的研究工作 洛马公司曾在2016年9月19日 获得DARPA授予的战术助推滑翔项目1.47亿美元的合同 仅隔4天 洛马公司再次获得了HAWC项目1.71亿美元的合同 虽然美国战术级高超音速导弹两大技术路线的验证演示项目均被洛马公司赢得 但是洛马公司两个项目测试一直不顺 反倒是雷神公司版本的HAWC在2021年9月20日进行了自主动力飞行测试 后来居上居于领先地位 要知道雷神公司采用的是超燃冲压发动机 动力技术的难度更大 非洛马一级固冲加二级固发的方案能比的 当然洛马公司研制的AGM-183A对后来衍生的HACM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洛马的AGM-183A巡航导弹本是一个短平快的项目 是美国发现自己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落后后 暂时放下了一直研发的吸气式冲压技术路线 转而先用相对容易的滑翔体技术路线研发的一个能用的武器 是想先装备部队保证部队的优势 但是由于AGM-183A实在太大太重 只能由轰炸机携带 像B-52一次也只能携带四枚 于是美国空军就不得不启动高超音速攻击巡航导弹项目了 也就是衍生出来的HACM项目 2020年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启动了 南十字综合飞行研究实验合作伙伴关系 简称SCF Ferry 该计划以澳大利亚国籍上出现的星座命名 旨在开发一种可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战机上携带的 联合防空区外发射空地导弹 其中包括FA-18超级大黄蜂 F-3维联合攻击战斗机 P-8A波塞东海上巡逻机等战机 而波音、洛马、雷神公司在2021年6月 获得了为期15个月的 南十字星座综合飞行研究实验合作 以完成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初步设计 目前HACM导弹已经定型 它的发展方向是更小的 吸气式的高超音速武器 它将用于战术和远程飞机 并将用作打击地面或水面目标的武器 根据推测 HACM将比AGM-183A ARRW导弹更小更轻 还是以B-52轰炸机为例 换成高超音速攻击巡航导弹 B-52轰炸机一次便能携带20枚 而且HACM导弹还将作为是一种战术武器 应用于各种大规模常规冲突的早期使用中 与传统巡航导弹的区别 传统的巡航导弹基本上就是无人驾驶飞机 像许多飞机一样 涡扇发动机为巡航导弹提供动力 以亚音速进行飞行 例如战斧巡航导弹 是以每小时900公里的速度 在30到50米的高度飞行 而HACM是一种高超音速武器 这意味着它的飞行速度为5马赫或更快 再加上SCI飞锐源自早期的Hi-Fairy计划 该计划是以高达8马赫的速度测试超燃冲压发动机 所以HACM将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超燃冲压发动机的作战武器系统 其射程甚至比1600公里的ARRW还要远 超燃冲压发动机与涡扇发动机一样 都从周围大气中吸收氧气作为燃料 两者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是涡扇发动机 以亚音速吸收氧气 而超燃冲压发动机 以超音速吸收氧气 更多的氧气意味着超燃冲压发动机的燃料更多 这使它能够更快地推进导弹 按照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说法 超燃冲压发动机的工作速度至少因为15马赫 这相当于每小时18500公里 快到可以在大约两小时绕地球一圈 而美澳两国之间的合作 便是在HACM的设计和开发方面继续进行的 包括使用澳大利亚的测试基础设施 进行最初的全方位飞行测试 毕竟澳大利亚地广人稀 有大片沙漠 十分适合作为武器试验场 如南澳大利亚武梅拉靶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政府很早就制定了国家高超音速战略 由美国三军NASA和防卫先进研究计划署携手通筹 负责研发所有打5倍音速的引擎 飞机武器发射系统等 有了高超音速导弹 美军就能更有把握地用它来截击来犯的导弹 而高超音速轰炸机也可以急速划破他国上空执行任务 使他国防空系统完全无力跟踪和拦截 高超音速技术将令美国空军脱胎换骨 成真正的太空军队 其中就包括国家航空航天飞机的X30 NASA的X43飞行器 以及美空军的X51无人驾驶飞行器 X30是由美国国防部和国家航空航天局合作研发的 可复用空天飞机研究机 解决了地面实验设备 无法研究8马赫以上飞行现象的情况 实际验证是用于高超音速飞行的基础技术 以便制造技术更先进 成本更低廉的航天运输系统和军民用飞机 X43A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所开发的高超音速试验机 也是迄今为止 人类所造出的使用外进气动力的飞行器中 速度最快的记录保持者 而之所以研发X43 主要是用来研究配备超燃冲压发动机的无人驾驶试验机的 X43高超音速飞行器仅携带氢燃料 吸入空气 所以不需要携带氧化剂 B-52在即将X43高超音速飞行器带入高空 一枚空中发射的火箭推进器 到飞行所需的速度 美国共研制了三架X43高超音速飞行器 并进行了三次测试 耗资2.3亿美元 2004年11月16日 由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的NB-52B母机 携带着飞马座火箭与X43A升空后 在13000多米的高空中点燃火箭 将X43A推到足以启动的高度与速度状态 X43A在短暂的冲刺之后 以约11200千米每小时的超高速飞行 飞到离地表超过35000米远的高空 创造了大气层内飞机飞行的最快速度 至于X451A飞行器 则是AFRL与DAPA联合主持研制的 超燃冲压发动机高超音速验证机 代号乘波者 该飞行器由波音公司与普拉特·惠特尼公司 共同开发 由一台GP器碳氢燃料超燃冲压发动机推动 设计飞行马赫数在6到6.5之间 这个计划的终极目标是要发展一种 比美国现有武器库中任何一种导弹的速度 都要快5倍以上 可以在一小时内攻击地球任意位置目标的新武器 如今高超音速武器是战争中的新热点 大多数核大国在技术上已经拥有高超音速武器 因为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 就是以高超音速飞行 它们能以每小时24000公里的速度撞击目标 这种新一代高超音速武器的不同之处 在于它本质上是非核的 至少到目前为止 这类武器系统已用于常规战争 如之前俄军空袭基辅用的 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 便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使用高超音速武器于实战 从目前美国研发HACM的进度来看 新型导弹HACM将赋予美军一系列的新优势 如美国首次研制出与战术飞机兼容的 微小尺寸高超音速导弹 这就意味着不仅美军远程轰炸机 可以利用这种武器的所有优势 其地面武器系统也同样可以 这种优势不仅美空军有 陆基发射系统能力也将得到显著提升 而且高超音速导弹的长处就是利用最高飞行速度 大大缩短从发射点到目标的飞行时间 使得敌人及时发现 反应和拦截变得更加困难 极大提高打击效率 除此之外 超燃冲压发动机还可以增加飞行距离 使其能从敌方防区外进行发射 确保了战机的安全性 最后 高超音速导弹在飞行中具有很高的动能 这样它就可以抛弃传统的战斗部 专门增强其对目标的冲击力 因为超高的速度也意味着超高的动能 其导弹突破障碍物的能力和杀伤效能 也将得到显著提升 而且如F-15EX战斗轰炸机 将来还会作为HACM导弹的主要载体之一 这无疑是强强联合 你想 战机保留了原有的性能和能力 然后又配备高超音速弹药 这明显增加了其作战潜力和能力 今后的美军战斗机将成为更有效的打击系统 若是按照美国目前的计划 F-15EX的生产将至少持续到30年代初 计划生产至少144架这种飞机 这将使多个空军中队能够重新武装 每个中队都可以使用新的高超音速武器 可以预想到 在HACM高超音速导弹问世后 美国的空中力量必将得到新的提升 好了 关于美国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一起讨论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